各式的人氣炸物 在油鍋裡炸得滋滋作響 起鍋後進行斷面秀時 還能聽到清脆的咔嚓聲 這兩公分厚切的經典日式炸豬排 還有這個以在地特產製作的 特製洋蔥起司豬排 都是人氣必點 外皮酥脆 肉汁飽滿厚實的美味 讓吃過的人都讚不絕口 外面的豬排 外面那層皮就會有一個油 油的味道就不太滑 那覺得它們的比較厚實嗎 對 它現在皮都很薄又脆 它的比較不油膩 因為外面吃的有的時候 裡面會就是肉會有吸到一點油 我們的招牌是起司豬排 那時候是有阿基斯製導 那起司裡面有結合了 我們當地恆春半島的洋蔥 那再來是厚切豬排 當厚切豬排一上桌的時候 我們的客人 尤其是小朋友的客人 會哇 好像很滿足 光聽那個哇 就覺得很滿足 櫃台前滿滿的名人合照 都是以前業者在恆春老街開業時 來店明星及顧客給予的肯定 這長達十年的名店 在業者決心成為家庭主婦後收料 當時讓許多死忠顧客震撼且難過不已 這幾年紛紛敲碗球開業 如今老店終於重整再出發 今天在恆春中山老街開了一間教室主題餐廳 對啊 那時候是從2004開到2014年 10年左右 對啊 因為在那個地方生意都還不錯 還因為陸續兩個小朋友都出生了 就要花一點時間陪伴小孩 自己帶小孩 所以那邊結束掉了 然後因為小孩大了 因為有一些老客人也知道 所以我們就選在自己的住家 選在自己家 開了一間規模小很多的一間豬排減盤店 除了延續曾經的人氣招牌菜 店家也陸續新增許多炸物料理 像這個炸到香酥的古早風味雞腿排 也是超熱賣的餐點 這香嫩去骨的炸雞腿 外皮口感酥脆 肉質鮮美又多汁 讓人不禁想巴上好幾口飯 之前在三九我們就有吃過了 對 就因為有常來 就再回味一下 因為老闆人又新開了店 對呀 然後就想 我們都點那個雞腿 雞腿比較好吃 這吃起來脆脆的 有些店家都是會又裹那個麵包粉 可是我們這個都是 吃起來都是脆脆的 而且是它放冷之後 它還是會脆脆的 不會說很油膩啊什麼 雞腿排 雞腿排 五股雞腿 然後都是因為肉都是當天的 然後外酥 內人肉汁很多 所以也很多老客人很喜歡吃 我們的雞腿排 除了有年輕人喜歡的 起司豬排 炸雞腿等 也有適合老人家的 生食級鯛魚所製成的 這裡好食炸魚排 另外店家的配菜 也都是老闆娘選用季節食材 獨家特製 美味無法打 而店家的經典照顧 都能自行選擇喜歡的醬汁 包含有塔塔 和風 酸辣 石令水果等醬汁 以及八種醬料調和的八加醬 醬汁都是我們自己調的醬汁 對 然後自己慢慢摸索 然後把那個味道調到 就是大家都很覺得 都各有特色的沾醬 而為了讓大家來到恆春 可以享受漫國悠閒步調 除了餐廳 業者也將自家二樓 打造成空間寬敞 舒適的民宿 一天緊接一組客人 我們有綠地的空間 然後想說 在這個小小的餐廳的二樓 對 也做了一間大大的民宿 就只有一間房間而已 每一次都只提供一組客人 對 一個就是寬闊一點的 就是他旅遊的話 可能家裡面的房間就小小的 但是他出來玩 他希望有大大的房間 結合美味的料理 以及優質的住宿空間 希望到訪的客人 停下腳步 漫遊古鎮 在巷弄中遇見恆春之美 享受國境之難的悠閒時速趣 評論書 北庭陽正義 採訪報導